第五百四十二集 想到这个问题 他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这是极其严重的后果 仙坟中一有活着的生物不成吗 且他已经觉醒 彻底复苏了过来 如果是这样 多半会有血流成河的惨剧 而他将首当其冲 真的这么严重吗 叶凡将仙坟放在地上 以原天神觉仔细观探 让他颇为意外 内部无杀其溢出 且有丝丝神圣气息流转 这时一片云朵飘过 挡住了太阳 投下了一片阴影 他忽然警觉 想到了什么 叶凡抬头向对面望去 南宫其等四个老家伙 副手而立 面带笑容一动不动 正在盯着他 太恶毒了 叶凡的脸色很难看 一下子沉了下来 对方几次对他出手 完全是想斩绩杀绝 他不过被动防卫了几次而已 可是他们却更加的变本加厉 如果不是他学过圆天书 圆树精湛 懂得许多古老的秘法 且刚才灵光一闪 恐怕至死都不知道是如何被害的 南宫其他们没有动用龙旗 地脉等 是在以示杀人 这是圆树中的不是秘法 杀人于无形中 他们的站位很讲究 阵风了天字号十元的天室与地室 这里其实众多 自然不弱于天生龙脉的大事 四人在以圆树中的古法 引导龙脉大事 准备发动雷霆一击 于不知不觉解 将他化成浓血 叶凡真的怒了 几人圆树精深 连这等秘法都懂得 可是出手太阴毒了 屡屡暗害他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不切仙坟就认输 袁树古世家的年轻弟子冷笑 皆带着嘲讽之色盯着叶凡 走来走去始终不敢切开古坟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们家的老头子想杀我 你们让我如何去切 叶凡直接点名 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原因所在 而且他目的脉步 快速走到十元的几个关键位上 不断的勾动龙脉大事 南宫骑几人顿时变色 四个老头子皆快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 同时对不远处的弟子喝道 快退 扑地上 一对正在对叶凡冷笑的袁树弟子 脸上的神色 一下子凝固了 葬服被此地龙脉大事化成了浓血 尽管外部枪体无恙 但是生机已决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哗的一声 十元内外一片哗然 袁树杀人于无形中 让他们心惊肉跳 竟然这么恐怖 不光你们懂得袁树中的古老秘法 我也懂 想杀人 我陪你们玩 叶凡丝毫不惧 面对南宫骑几人 还要不要继续 我奉陪到底 我也有杀生大树未出呢 围观的众人全部倒退 袁树宗师多以绝境 这么可怕 不知不觉就要人性命 人们终于明白 为何昔日元天师纵横天下时 连各大圣主都无可奈何了 纵然不懂得正统的修行之法 但一样有今天的手段 你 袁树古世家幸存的几名弟子 脸色苍白 全都倒退了出去 南宫骑几人脸色难看 神色冰冷 什么也没有说 你们四个老东西 连手对付古风还要不要脸啊 无妨 他们有手段尽可展出 我接着便是 叶凡很平静 疲逆死方 傲视四位袁树宗师 众人吃惊 袁树少年宗师 镇住了袁树世家的人 所有人都已呆 叶凡没有继续切仙坟 而是开始在玉竹林中布置 为了所有人的安慰 我还是隔绝出一片净土吧 袁树对决有生死 古世家的子弟早就扬言 要在对决中才死叶凡 众人直到这时才相信 并非相机于几对的话语 而是真的 此时 姬家的大能徐天雄 大夏皇叔刻好阵文 将血迹台放在了中央 你可以切此时了 赤龙老道示意南宫骑 好 那就由我来先切实吧 南宫骑向前走去 不过并没有接近 而是准备隔空出道 四大宗师出手 已经观探出里面有神语 他可不想将其惊醒后 惨被击杀 这阵文稳妥吗 有老辈人物心中不安 如果是太古王族出世 那很可能是狮山血海 浮尸百万 其他阵文也许不行 但此阵文足矣 这是神称天牢的道文法则 可拘尽一切高手 一位圣地的太上长老说道 神诚与世同存 可追溯到最早的人类时代 没有人知晓其真正来历 他所拥有的天牢不可想象 决定高手陷落进去 也难以逃出来 故此三位圣主级人物 都不是多么担心 咔嚓一声 南宫骑隔空挥刀 银芒如匹裂 盘舞于空中非常的灵动 似一条真龙在舞动 而就在这一刻 一股浓烈的气息冲了出来 纵然不懂得圆鼠的人 也都一阵激动 感觉到了一股威雅 太初的气息 但凡对原始有所了解的修士 都知道这是太初特有的浓烈气息 比以往所见要强盛很多倍 人们甚至怀疑 此时出在太初骨框中 石屑速速坠落 让人惊悚的气息越来越浓 很多人都忍不住颤抖了 仿佛已经置身于太初生命近地内 紧一块石头而已 为何带来这么强烈的恐怖感觉 难道真的是从太初骨框流出的血石吗 许多老辈人物追问遥光石方的人 当初那座神庙距离太初骨框有多远 他们是怎样运出血迹台的 遥光的人一脸的麻木 没有人回应 他们切了六块血石都没有得到什么 不想这块边角料 讲出神女 实在是打击人 不同一声 一大块石皮落地 血迹台被切开了三分之一 而不知不觉界 一种无比森然的杀机透视而出 内运的生灵不像是一个神女 倒像是一个绝世妖魔 让人忍不住颤力 许多修为稍微弱的人都心惊胆颤 退后 这种热闹还是不堪为妙 很多人心中惊惧 选择远退 甚至有些人直接离开了石园 不敢再继续待下去了 这可不是惊世奇珍 若是太古的王出使 冬哲就要腐尸百万 血流成河 保命最要紧呢 部分人非常谨慎 忍住好奇与冲动 真的就此离去了 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走 向亲眼见证奇迹 他们对神城的天牢有信心 对几位圣主级人物的手段有信心 疼的一声 又一块大石皮坠落在地 刺骨的杀意冲出 让人从头凉到脚 心胆皆寒 忍不住颤抖 此时 南宫骑出刀都有了质色感 他也生出了恐惧 杀骑已进到了他的骨子中 咔嚓一声 这一次 他出刀不稳 斩落下厚厚的一层石皮 一股惊天杀意冲出 南宫骑登登登的倒退了出去 差点坐在地上 而场外 许多人小腿肚子转机 不少修为弱的人站立不稳 跌坐在地上 没有人嘲笑 因为所有人都被杀意笼罩浑身冒含起 连寒毛都倒树了起来 咔嚓一声 不是南宫骑在出刀 而是血迹台自己崩落下一块石片 疯狂的杀意如海啸 汹涌了出来 让天地都颤厉了